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说犹太人的左手拿着巨额的财富 右手捧着智慧的宝典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甚至有人断言 没有犹太人 世界的历史将会重写 犹太人如此卓越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 这里就不得不提到犹太民族的三大智慧奇书 塔穆德、财真和诺卫门 塔穆德是犹太民族的一部古老经典 被译成十几种语言在全世界广泛流传 它与圣经、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并称为影响人类文明的四大剧著 塔穆德成书于公元三世纪到五世纪 原点全套二十卷 总计一万两千页 二百五十万字 内容庞杂 卷制好凡 头绪纷 大智宗教、经商、律法、民俗、伦理、医学 小到起居、饮食、洗浴、着衣、睡眠等无所不包 凝聚了十个世纪中两千多位犹太学者 对自己民族智慧的发掘、思考和提炼 是整个犹太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方式的导航图 是犹太文明的智慧基因库 也是犹太人经商致富和为人处事的秘籍 人们常说 人类的智慧在犹太人的脑袋里 犹太人的智慧在塔穆德里 不了解塔穆德就不了解犹太人 今天 塔穆德被赋予了更多的意义 他不仅是犹太人的精神支柱和行动指南 更被世人看作智慧与金钱合一的象征 经商与为人合一的象征 相传大约在公元前400年左右 犹太民族的先人留下一本财真 他曾在犹太人中广泛流传 并被奉为掌握理财 创付技巧的宝典 但是 自公元136年 犹太人被罗马人强行驱逐出巴勒斯坦成为难民以后 财真也随之消失了 后来一个名叫科比的犹太富豪出高价担保 拿到了一份珍贵的羊皮卷 并利用高科技手段对文字进行了模拟复原 经过许多犹太专家多方史料的查证 终于确定羊皮卷上的内容 正是犹太民族消失了近2000年的那不如何面对和获取 财富的理财盛典 财真 其后 专家们进一步发现财真的内容很简练 也很精辟 处处显示着犹太士的智慧 此外 犹太人还有一部专门讲述独特家庭教育方法的典籍 那就是诺卫门 诺卫门是犹太人的家教圣经 作为一种培养人才的先进教育理念和完备的教育体系 它已经在世界上流行了3000多年 世界专家们一致认为 犹太人对家庭教育的高度重视 是犹太人获得如此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 重视亲子教育 是犹太民族最为突出的优良传统 犹太民族将知识和智慧视为自己真正能掌握的财富 他们有着宗教般虔诚的求知好学精神 不仅严于律己 而且将学习、生活、做人、经商等各个方面的智慧精华交给他们的孩子 犹太人的教育不但使犹太人精明、富有 而且还使犹太人不管流落于世界任何一个地方 都能如鱼得水般地开创他们的事业 独到的家庭教育造就了无数精英 融住了民族之魂 托起了美好希望 这就是犹太民族的成功秘诀 而诺卫门就是犹太家庭教育的经典 许久以来它在每一个犹太家庭中流传 本书对塔木德、财真和诺卫门、中浩若燕海的智慧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将其分为三个类别 经商智慧、处事智慧和教育智慧 堪称一部有关犹太人智慧的百科全书 全面揭示了犹太人的思维方式、致富策略、处事哲学以及教育方法 书中没有泛泛的理论讲述 而是从头到尾都有引人入胜的有关犹太人的故事所组成 故事所要表达的思想直接、鲜明体现了犹太人独特的智慧 经过时间的历练和成功的实践 这些智慧已经成为全世界各民族公认的宝贵精神财富 亿万人通过学习这些智慧而从中受益 前言 已分享完毕 请您收听下一章节 卷一 犹太人的经商智慧 犹太商人的生意经 第一章 赚钱是商人的天职 犹太商人生意经一 树立起正确的金钱观 人数计开 人数计划